每年的2月14号一直以来都是结婚登记的高峰日 此前 成都市民政局曾发布通知 在疫情期间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 成都市各婚姻登记处实行预约线号 同时暂时取消周六延时服务 记者了解到 成都各个婚姻登记处2月14号的登记人数 均达到了疫情发生以来的峰值 当天的登记名额早已约满 2月14号中午 记者来到成都高新区婚姻登记处 四个办理窗口仅有一对新人在登记 等候大厅更是空无一人 与往日排队等号的热闹场面相比是天壤之别 虽然在疫情期间 但还是陆续有市民按照预约的时间前来办理结婚登记 现场有市民表示 疫情发生不影响爱情升温 最近家人心情受疫情影响都比较低落 就想完成结婚登记给家里增添喜悦 遇到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在家头 可能大家来请那个心情嘛 不是很乐观嘛 反正这个呢 就是在今天现在这个登记结婚呢 按照规定 在婚姻登记过程中需要进行人脸识别 所以需要当事人摘下口罩完成识别流程 但在疫情期间 如何既保证安全又符合流程 记者在办理窗口看到一块提示牌 并且工作人员在数秒内就完成了人脸识别工作 每个市民办理完成后就有保洁人员立马进行消毒 进行人脸识别的时候 我们首先提醒当事人 然后摘下口罩 提醒他不要说话 在这接下来的过程中 在十秒之内我们是能够完成人脸识别的 在整个登记过程完成之后 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台面 桌椅以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工具都会进行一个消毒 记者现场了解到 前来登记的当事人都是通过网页和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 预约的同时还要提交相关资料和照片 通过审核后就可以按照预约时间进行现场登记 记者目测 每对新人从进门测体温登记信息到窗口办理登记 再到办理完成离开时间进步到十分钟 市民宋佳芬告诉记者 网上预约的时候就有工作人员帮你核对资料 是否完整和准确 到了登记现场很快就办理完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流程化还是很规范的 就比如说我们网上预约了嘛 然后我们查询不到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又提前和这边沟通 他就说到时候过来了 你就直接报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这些反正都考虑的挺好的 然后就相当于在疫情期间 就说减少了大家的一个出行时间嘛 这样就更好的防范 据了解 截至2月14号17时 成都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三个区域 共计完成结婚登记50对 成都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王应林表示 为了便于疫情防控 登记大厅只开通了四个窗口 且大厅内不能超过12位当事人 对当事人在网上预约的时间 还要进行严格分流 接下来要继续加大线上的工作量 最大限度减少前来登记的当事人 在登记大厅逗留的时间 在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把更多的工作放在了线上 当事人可以通过线上上传他的相关资料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上会对他的资料 进行一对一的审核 通过审核之后 他们就在约定的时间来办理 到了婚姻登记处之后 10分钟之内就可以快速地办理婚姻登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